Omicron突破國境之門 在防禦旅館內大傳播 到底該怎麼分辨Omicron和感冒 全球專家總結八大感染 Omicron的初期症狀 提醒民眾一旦出現症狀 要立刻去篩檢 確認者最常出現的初期症狀有 喉嚨疼痛 腰痠背痛 流鼻水 鼻塞頭痛 還有疲憊打噴嚏 夜裡倒汗 和肌肉痠痛等等 但這些症狀和感冒極為相似 英國專家建議一有這些初期症狀 就該立刻去篩檢確認 應該還是要大量的篩檢 只要有感冒的症狀 覺得怪怪的 三兩天都不好 而且附近沒有人有感冒的話 那你很可能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自我篩檢 從醫美和南非的統計來看 感染Omicron後 大約兩天就會出現初期症狀 這些症狀大約會持續五天 一旦拖久症狀沒好轉 感染Omicron的機率就大增 不過國內有意識擔心 若一出現感冒症狀就去篩檢 會不會讓醫療量能大崩潰 如果是要針對所有感冒的症狀 多去篩檢也是醫療量能的一大耗損 變成說一定要T.O.C.C.的 這個歷史接觸時 我們才去考慮篩檢 不然可能醫療量能會造成崩潰 Omicron來勢洶洶 這八大初期症狀 民眾得提高警覺 小心著看不見的敵人 已經潛藏在你我身邊 記者楊七號 徐國豪 台北報導 這八大初期症狀 快點會有